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向这个伟大的孩子致敬 传播正能量 面对歹徒挺身而出的夺刀少年引发了多所高校的青睐 目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表示 将按照招考政策招录两名同学 争抢夺刀少年体现了大学力得数人的责任和担当 一技之长 根据新华社报道 澳大利亚从7月1号开始调整理工政策 厨师长专瓦工将进入技术职业列表 但较高的英语标准可能会挡住不少想跟技术一名的国人 身有一技之长 走遍世界都不怕 继续来观众卖收 之前我们聊过跨区鸡手单干户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团队跨区鸡手们的苦与乐 说起这个团队可不简单 不简单在哪呢 他的队员机器坏了不愁修 走到哪里不仅不愁没活干 遇见节路的还有人给撑腰 怎么着 节路的这都什么年月了 还有陆林好汉是什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走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这个在中间调解的人叫焦魁 是安徽省博州市焦魁农机合作社的社长 因为在河南省新菜县跨区收割的社员 打电话说收割机被拦 他特意过来看一下 没想到在路上偶遇了这一对同样被拦截的收割机 被拦的收割机手说 他和另外两辆车已经困在这里三个小时了 那么究竟是谁在拦截收割机呢 原来这些蓝车的人都是当地村民 村民告诉记者 天气预报说 当天下午河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有大道暴雨 如果不能及时收割 已经成熟的小麦很可能淋一场雨之后发芽 对卖粮价格造成影响 他们这样也是无奈之局 正说着 逗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 抢受无望 村民只能放行了拦截的收割机 别看焦魁是农机合作社的社长 其实每年他只是跟着车队跨区作业 自己并不开收割机 用他的话说 他就是社员们的救火员 哪里有需要 一个电话 他就立刻赶到现场解决问题 你要工作 这个车辆走到路上 都叫做路上了 不过来带 有时候倒地楼 就不让走 焦魁告诉记者 不是记手不给这些村民割麦子 而是他们合作社里的四百多台收割机 一千多社员 在跨区之前就已经知道 自己要去哪里收割 收割多少目小麦了 因为已经和各地签好了订单 如果不能按时到达就是违约 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 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救贝兰车辆 天渐渐黑了下来 雨也越下越大 在距离贝兰车辆 还有十公里的地方开始堵车了 焦魁又给贝兰机首打了个电话 已经堵车五个多小时 夜里时间多 106国道双向车道的车辆依然没有动的异象 师傅您在这堵车堵多久了 堵啊 五个小时了 堵了五个小时了 对 师傅这车是您的吗 是啊 那个堵车堵多长时间了 堵了一下午了堵多长时间 堵一下午了 至少一下午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青菜 青菜 耽误您事儿吗 这么堵车 能不耽误事儿吗 耽误半天功夫了都 半天功夫能耽误您多少钱呢 耽误多少钱 差不多两三千块钱吧 你们干嘛 新闻采访了就是啊 嗯 这个事情应该堵了堵了 为了了解堵车原因 G6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询问情况 于是 记者又拨通了安徽省复阳市的 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哎 您好 麻烦您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银仙镇106国道上 这条路现在一直在堵车 然后想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堵车啊 是河南那边 他们那边堵车 然后呢 音乐这边已经通了 但是河南那边堵车没有操 哦 那这个您知道什么时候能通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的 河南那边呢 我们跟他们联系不到 嗯 为什么堵车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堵车的源头是在河南那边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边 凌晨2点 堵车8个多小时 因为长时间道路不通 大多数的车辆已经熄火 现在就两年了 但是来的时候我们的车辆了 结果我们也被困住了 因为不放心被栏车辆 交回隔一段时间 就会和被栏机首通个电话 确认他们的情况 但最近两次 机首的电话却一直都打不通 凌晨两点半左右 路终于通了 因为被栏机首的电话 一直无法接通 娇魁只能凭借之前 机首形容的大概方位 寻找车辆 可雨夜路滑 再加上视线差 半个小时之后 娇魁只能放弃寻找 打算先回安徽伯州 等天亮再做打算 第二天中午 娇魁终于联系到了 前一天夜里被拦着机首 原来是因为机首的手机没电了 村民们见雨越下越大 第二天根本不可能下地收割 也就放行了 暴雨解救了收割机 但是却打乱了娇魁的收割计划 因为雨后三天都没办法下地 河南安徽一带 几个收割点都要歇工 无奈之下 娇魁只能返回 博州老家 十年来 他第一次享受到了一把 不踏实的清闲 祝您孙子 祝您儿童节快乐 多年了 从我选择长那么大 这是第一次 我们也两个 算是在一起过一个节 第一次短期 而且这个是六亿儿童节 就赶紧齐去了 第一次 娇魁自跨区收割以来 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家里过过节 今天是端午 他的妻子李云青 在厨房正忙着 做娇魁最爱吃的糖糕 一起吃饭的几个人 是农机合作社的社员 为了两天后收割顺利 虽然是端午节 他们还是一大早 就把收割机开到了合作社 进行保养和修理 吃饭时和娇魁一直聊鸡收的事 让孙子娇天一很不满 爷爷吃饭老说话是不是不好 老师佛林 吃饭说不敢放 你说话 老师都要把手锅 都不叫吃饭了 都说上镇父子兵 娇魁和儿子娇瑞也不例外 这不 饭吃到一半 就找不到娇瑞的人了 平时娇魁管修理 儿子负责保养 但一到卖收 尤其是车队回到安徽卖收的时候 儿子也要兼顾修理的工作 因为今年要求 所有的收割机都要加装切杆粉碎机 才能尽力收割小麦 所以今年娇瑞的工作比网年要多 安装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加装粉碎机后 收割期因动力不足造成的故障 也相对较多 机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平均收割价一亩六十五元为例 一天收割一百亩 可赚六千五百元钱 抛出成本 还能净赚五千元钱 耽误半天的时间 就意味着少赚两千五百元钱 虽然有些机首觉得 加装粉碎机之后有些麻烦 但是种植户们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粉碎机的加装 只是今年跨区机收的 其中一个变化 焦葵告诉记者 前两天的暴雨 对于跨区机收来说 不仅影响了整个机收的布局 而且对机收的收入 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大雨过后的第三天下午 终于能够下地收割了 机首们如鱼得水般 在麦浪中游移 快点 又来了 赶紧再送来这 又不送来又搁不换 不搁了真正一天了 早上去看家人做的 八千多可得 为什么不回去家呢 回去要挡个时间啊 焦董 你给哪个来 我知道 我那个还等会儿来 我估计要搁到十一二年 那个样子 现在我没有多少油了 你得想法的 我送来这油 非常感谢啊 厉害厉害 这多少钱你那天 今天大概 一 二 三 三 四十五天 八 八 如果要搁到十二天 八十元我有话 这个人的搁到五天了 幸福幸福了 但是 太厉害了 好 焦董每年都会带着他的专业合作队 跨越五省 历时四十五天 行进两千多公里 进行卖收作业 不仅作业价格稳定 每台车收割母树 还能比散户多收百分之三十以上 全设一个收割季的净收入 就能有两千四百多万元 接下来 焦董还将带着他的队伍一路向北 挺进山东和河北等地 在那里 不仅有渴望收卖的种植户 还有望远渝川的卖收经纪人 从镰刀到收割机 从单家单户使用收割机到大规模的农机合作社 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需要相应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支持 没有管理 技术和后勤的支持 农机只不过是几十把捆在一起的镰刀 看起来麦子搁得快了 但它还是小生产 大规模的农机合作社 尤其需要订单农业等市场化的运作手段 和气象服务等基本息息的支持 缺少了这些服务体系 农机就像是飘在大海上的一艘艘小船 走不了多远 再来看一下近期热点 河北省张家口市出生72天的男婴 在家中莫名失踪 苦苦寻找十天之后 当地警方高额悬赏 十万元征集线索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请大家留意小贺博的特征 皮肤白皙单眼皮 乖巧可爱 身穿白底戴点花纹衣服 屁股后有很浅黑色胎记 肩膀后有个小黑点 十几天过去了 当记者来到失踪男童小贺博的家里时看到 他的母亲张辉叶痛苦的躺在炕上 十分憔悴 按发当日张辉叶就是把垃圾倒在了这里 从这座桥到失踪男童小贺博的家里 目测距离100米左右 一个成年人提着水走一个来回 也就五分钟 就在这短短的五分钟的时间里 放在家中炕上的孩子居然不见了 能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把孩子抱走 这个人究竟是谁 记者询问了附近所有的邻居 回答基本一致 按照当地人的作息时间 案发当日八点左右 大家一般都已经睡觉 知道他生孩子的人很少 所以说知道他自己在31号 只有他自己在家的人更少 所以说我们通过几天的调查 他家的围墙很高 一个成年人抱着孩子 想要翻墙逃跑很困难 那么只有从大门离开 在小贺博家门口 记者一共发现四条可以离开这里的路线 一条是正对着大门口通往南环路的路 这条路比较宽 适合车辆行驶 第二条是通往桥梁的小路 第三条是通往房后胡同的道路 最后一条最为偏僻 夹在两栋房子中间 这三条路都不能行车 如果是有人抱走了孩子 最快离开的方式就是走第一条路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个目击者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能找到目击者 不是直接目击者 在案发天案发后目击者都可以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既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有效的监控画面 这位警方侦破案件带来了难题 当地民警在街道张贴派发传单 悬赏十万元 缉纳凶手 打个电话 随便替国脑这些东西 你看看随便替国脑这些东西 找个家 找个家 你笑笑笑笑 有什么呢 有写出来打个电话 再拿个电话 卖收大数据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卖收地图 目前全国卖收进度已经过了七成 与去年相比快了四天 河南省的卖收已经剩下欲北欲西最后的少尾工作 安徽省已经过了九成 江苏省过了七成半 值得一提的是 刚刚加入卖收大军的河北省卖收 也已经过了四成 作为本周卖收的一号选手 目前山东省的卖收已近七成 何则日照来无收获近九成 林毅收获过八成 济南收获过六成 济宁泰安 资博收入进入高峰 烟台卖收竟然缓慢 夏凉丰收 指日可待 下面说一说交通 来给大家推荐两条收割路线 正在完美作业的收割机 可以沿着京台高速向北进入山东 沿线的宿州 淮北 藻庄 泰安 济南等地可以与此收割 山东省内的农机 本周可以大展全角了 沿着济清高速 济南 滋博 维方 青岛等地的小麦 都已经在等待收割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情况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 6月13号到14号 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 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提醒正在作业的农机抓紧时间 合理安排机收 对于已经收获粮食的地区 四川盆地会有大道暴雨 安徽 江苏等地以阴天为主 好在降水也并不多 而河南省将会迎来几天的高温天气 需要晾下粮食的地区 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价格 刚刚开连不久的河北地区的机收价格 大概在每亩50元到60元左右 柴油价格 大约在每升七块零五分到七块一毛四之间 下周已经开始 你有哪些难事杂事想说的事 都可以通过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留言 也可以不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010-8210-165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一份后路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去浏览 感谢收看今天的聚焦山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ud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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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